好 接下来咱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写完成之后 了解完成之后的话 那咱们就可以直接去做这样的处理了 那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话 咱们怎么做这个处理呢 咱们先来去看一下 对应的接收消息的时候 这是普通的消息 普通的消息当中 按照刚才咱们所说 我看一下这里面 这里面是有相应的说明的 看一下 他给我们传送过来的这个文本消息 是按照这样的格式去写的 然后相对应的每个字段 也这里面有相对应的说明 然后呢 这是to user name发送给谁 from user是谁发送过来的 创建时间消息类型 以及这样的content内容 以及master id 这是关键的 但是这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from user name 实际上是不是应该是指的是 从哪个用户发送过来的呀 对吧 从哪个用户发送过来的话 这里面包含的是对方的 比如说关注的粉丝的那个账号 但是这个账号呢 不是我们自己的真实的账号 原来就在于 微信在这里面会做了一步处理 为了保证你的隐私 它会把你的这个账号进行一下 可以理解为是进行一下加密处理 加密处理之后的 那个账号呢 叫做什么东西呢 微信把那个账号的东西 叫做open id 现在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 它会把我们真实自己的公众号呢 进行一次处理 处理之后呢 拿到这个值呢 叫做open id 所以呢 微信在向我们的服务器 进行推送消息的时候呢 对应于具体用户的身份识别 就是通过open id 来去识别的 而且这个open id的话 同一个用户 对应的不同的公众号 你那个每个公众号 拿到的同一个用户的身份 还不一样 所以呢 open id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意味着说每个用户 对应于每个公众号来说 都有一个唯一的open id 它是通过这样方式 来去保证用户的隐私的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说明完这一点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写代码了 好 我们再去写代码的时候呢 咱们还是得来 在这个基础帐行改进吧 对吧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它往哪推送呢 就是往同样的这个链接里面 进行推送 所以这个链接地址 最近的试图呢 还是刚才我们所写的它 所以呢 咱们还得随身做处理 那这时候 我们在这段程序当中 如何去区分 到底是第一次的验证操作呢 还是消息操作呢 之前怎么验证 是不是它的请求方式 是不一样的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 首先得进行一下调整 调整之后 my third呢 我要给你改为 host的请求 既支持get的请求方式 实际上师傅也得接求 host的请求方式啊 这是关注教典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就对应一 host的请求方式 如果是post的请求方式 代表是把消息 转发过来了 那它在转发消息的时候 那刚才我们所说的 前面看到的 signator参数 time staff 跟nance 这几个参数 它仍然是会携带上 为什么会携带上呢 原因就在于 微信希望我们 在接收到任何一个 请求的时候 都来去判断一下 这个请求 是不是微信 发送过来的 所以就相当于 它哪怕是在post 请求发送过来的时候呢 在它的那个链接里面 它仍然还是会包含 这个三个参数 而且这个三个参数呢 仍然也是拼接到哪呢 也是拼接到 url当中来的 也就相当于 它最终呢 访问的时候呢 是以post方式访问 但是访问的这个网址里面呢 它仍然会把signature 对应的 time staff 还有nance 把这三个参数也带上 所以之前我们 是不是跟大家去说过了 你这个url里面的参数 无论哪种行动方式 是不是都可以带参数啊 所以这一点 是大家需要知道的东西 它还会带上 只不过在post行动方式的时候呢 谁不会带上的 extreme不会带上的 因为extreme 是不是只进行验证 就是用的呀 我们验证的时候呢 要给你原样反为extreme 所以呢 只是作为验证 其实呢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将来在已经调整的时候 上面的 在做这一步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哪怕是post方式 我们也得验证一下 是不是从微信传送过来的呀 所以这部分代码 无论哪种方式 都要进行验证 都要保留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实际上 是不是可以 在接收参数的时候 可以先把它去掉呀 可以先把它去掉吧 然后呢 把这个extreme的这个地方 也给你去去掉一下 可以去掉吧 因为它不一定 所有的接口都必须要传 然后就相当于 无论是盖的请求方式 还是post的请求方式 我都要去接收这三个参数 先来去作用一下 我要求你的三个参数 必须传 不传 就是非法的 然后呢 传了之后 我再按照刚才所说的方式呢 进行一下列表排序 再进行拼接 拼接完成后 再三万加密 拿到一个签名值 拿到一个签名值之后 如果签名值对比 它不是相同的 那就代表不是微信请求 如果是相同的情况下 这时候是不是才代表 是微信请求啊 对吧 才代表是微信请求 好了 这里面代表是微信请求的时候呢 接下来咱们可以 做进步处理了 就是表示是微信的 微信 发送的请求 那既然是微信发送的请求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 就可以就再做进一步处理了 如果是盖的请求方式 代表是验证 如果是货请求方式 代表是传送的消息 对吧 所以咱们这里面拍断了 如果说 怎么去看到请求方式 request里面的 my third吧 如果说my third 等于是盖的请求方式的话 表示的是第一次接入验证吧 表示是第一次接入微信服务器的验证 验证的话 那咱们要做的工作 实际上是不是可以去提取一下参数了 我去尝试一下把extreme拿过来 然后呢 如果拿到的这个extreme不存在 相当于如果notextreme 它没有 是不是代表这次请求还有问题啊 那咱们可以直接给了about操作吧 400操作 然后呢 只有extreme是存在的 我实际上是可以再给你返回extreme 就可以了 实际上操作吧 实际上你把extreme这个验证操作呢 从一上来就对它验证 我给你推迟了 推迟之后 我判断是盖的请求方式的时候呢 我再来去操作 提取extreme 然后进去操作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那 elef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request 底下这句话就可以去掉了 如果这request里面的my third 它谁呢 它是post的请求方式 这时候是不代表是微信转发消息过来的 对吧 表示 微信服务器转发 转发消息过来 所以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把这个地方去完善一下 那我们去完善的话 首先是不是得提取参数啊 提取参数从哪往外提 从哪往外提 从request当中往外拿吧 拿的话你说应该放到request里面哪里的 是接着吗 是bomb吗 不是吧 应该request点post那是那是jungle的 在plus那边是哪个 是data吧 对吧 request点在data 我们往外拿数据 所以这时候拿到的数据什么样的数据啊 是一个xml格式的数据吧 所以呢 相当于是xml格式的字符传吧 对吧 因为我们说了 你发送过来的数据呢 是请求体的 而request点data呢 就专门用来拿请求体的数据的 所以是从request点data当中 往外去拿请求体的sml格式 相当于发送过来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去使用它了 使用它 那我们还得去引入一下 引入一下xml todict 把它引入 引入之后呢 咱们可以进行解析了 对 xml 思不串 进行 进行 解析 解析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要把数据呢 给你转换成字典 转换成字典之后呢 我们在python程序里面操作起来的话 就很方便了 所以呢 咱们比如说把它叫做xml的字典了 这个字典的话 怎么做呢 xmltodict里面的pass方法吧 brse 然后呢xml 对应的str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还得要有一个验证操作呀 这里面一定会的有吗 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呀 所以我们得保证程序的安全 咱们还是要进行加一步 比如说 如果当前的这个xml是一个空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相当于我对它进行逻辑判断的时候 它可能是空字典呀 可能空字典算呀 反正是通通的只要什么都没有 我对于 这就代表没有数据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又给你abot 400 肯定参数有问题 只有没有 有参数的情况下 我再进行解析 解析之后 咱们在这里面再往下走 再来往下去走的话 实际上拿到一个字典 拿到一个字典之后 这里面是不是就已经包含了 对应的 从谁来的消息的类型 还有消息的内容啊 那我们现在当前 咱们要去处理的是文本消息 所以呢 咱们要从这里面 先把消息的类型 取出来 取谁呢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的 message type message type 从XML这个字典当中 我实际上是不是会通过 gat方式往外拿呀 拿到的应该是一个 叫做message typ吧 这个名字 是不是得根据这个 传统完蛋这个格式的东西 是不是一模一样 可以保证一样是吧 好的 还有一个 那我咋啥 在XML 咱们直接在这里面 我解析之后 XML出DIC的当中 XML 我在这里面先给它拿出来 可不可以 我先把它转换一下 因为最外层的东西没有用 所以咱们先把它转换一下 我把最内层的数据给你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的话 这里面剩下的就是包 中间包裹的这个字段了吧 对吧 然后咱们去拿一下 从这里面拿出message type 然后我接下来就是消息类型 这是提取消息类型 然后接下来咱们来去判断一下 接下来就可以去操作了 如果说这个消息类型 message type 它什么东西呢 它如果是这个text 这是消息类型 文本的话就是txt 如果它是txt 是这样的话 这是表示文本消息 如果是文本消息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 按照刚才咱们所说的 你给我传送什么内容 我给你回传什么内容啊 所以咱们就要去构造了 那构造的话 然后咱们怎么看呢 往下走 构造数据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你也得要去回复一个 这样的文本类型的数据 在回复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什么东西呢 在这里面我们回复的时候 如果你暂时 暂时决定不了 到底要回复什么样的实质性的内容的话 微信就说了 你如果暂时决定不了的话 你也必须得给他的这一次请求 必须得给他一个回应 给他一个回应 给他一个什么回应呢 你要不然给他回复一个这样的success字符串 就相当于你要不然给他回复一个success s u c c e ss这样的字符串 要不然你给他回复一个空字符串 这是他说的 你要不然给他回复success 要不然给他回复一个空 要不然你就回复一个真实的内容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 原因就在于 如果你微信给你发送完请求之后 结果你什么东西也没给他回复 没做任何响应 那微信就会认为 你的现在的 你的这台服务器里面会出了问题 它紧接下来呢 就会给用户的那个微信口端 去提示一个消息 提什么消息呢 该公众号暂时无法提供求误 请稍后处理 这个息事你们就见过呀 有些时候我们在操作别的公众号的时候 你发送一个东西 但今天没反应 是不是给大家提示一个息息了 就代表那边的服务器挂掉了 它没有正确的回复消息 微信就提示你那边有问题了 所以就相当于 它要求我们 哪怕暂时决定不了 你也必须告诉你微信服务器 我的这个程序还是正常运转的呢 我给你告诉你success 或者是空的粗串 这是关键的 然后呢你还要注意的就是说 它做成这样一点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要给它进行回复 如果一旦没有给它回复任何内容 没给它回复success 也没给它回复空自转 也没有给它回复这样一个具体的内容的话 那微信服务器会在接下来的时候呢 会向我们再次来进行尝试 它会接下来再次向我们这后端当中 每隔几秒钟还会向我们再进行推送 应该它会只推送三次 它在尝试把这消息告诉给你看一下 能不能在这拿到消息 这是关键的概念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咱们要给它回复具体内容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按照回复的文本方式来往回回复 我们要给它回复什么样东西呢 咱们要给它回复的也是一个文本消息吧 所以呢 咱们就给它进行去啊 绝对了 这是表示 这是文本消息 表示发送的是文本消息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大家知道的东西呢 就是要去构造了 构造 回传的 构造返回值 哦 那我们这个返回值呢 指的就是 回复给用户的消息 或者说 经由 微信 服务器 然后呢 回复给用户的消息内容 所以这是我们要进行构造的 那我们要进行构造的话 咱们还是给它回复文本消息 所以呢 咱们把比如说把它叫做 ISP Response 然后呢 现在我们还是先从字典方式构造好之后 再给你转成 SML格式 往回反 是不是就可以啊 所以咱们现在去写了 那我去构造的时候呢 Response Dict 当中 是不是肯定得包含一个 XML的格式的数据呀 对吧 是包含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接下来在这样的网上里面进行操作 这里面要包含具体的内容值了 要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值呢 要包含一个 toUserName吧 好了 应该是 toUserName toUserName 那我给谁呀 谁向我发送 我是不是转给谁呀 谁向我发送 实际上在这个请求的 XMLDict里面 是不是已经有了呀 对吧 所以那好了 我就直接在这里进行操作了 我直接从XMLDict的当中 直接往外去拿就可以了 那他拿谁呢 他是不是有一个 传过来的有一个brownUser呢 所以拿直接brownUser brownUserName 你这样我请求的时候 看一下 请求的时候呢 你请求的块数据里面 有一个brownUser 是从哪来的 所以我在回传的时候呢 就是从哪来 我就发给谁 这是关于这样的 那相对应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要求我们回传的数据里面 是不是还有一个brownUser啊 brownUser是不是也类似的呀 brownUserName 那他是哪来呢 Ticket当中 get一下 然后呢 是发送给谁 是不是从哪去呀 toUserName 然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这个创建时间吧 create C-R-E-A-T-E 这个time 这个time 肯定不能跟之前的发送请求的相对应上了吧 这是我要回传的时候的消息的时间 那个消息的时间 咱们怎么去做呀 是时间车吧 所以咱们去导入 导入时间模块有哪个模块啊 是不是有一个 有datetime 还有一个time模块啊 当前你要注意 这里面是不是是一个时间的这样整数啊 然后呢 那在time模块当中 这个时间模块是不是除了datetime 还有time模块啊 time模块当中 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直接去导入一下 import emport import time 导入这个time模块当中 time模块里面有一个time.time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你看一下 反映出来的就是当前的这个时间戳 只不过是 它是不是小数啊 我们把它转换成整数就可以了吧 那这个时间戳的这个整数 这个意义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它的单位是秒 是从1970年的1月1号开始计时 一直到现在经历过多少秒了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通过拿这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反出来了 就相当于从 我印象中是应该是1970年 是1970年到现在经历过这么多秒了 所以通过它也能够反映出来时间的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时间戳 时间戳指的就是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实际上导入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通过把这个东西 time模块里面 有一个time模块里面 有一个time函数吧 time这个函数呢 就是把当前时间的时间戳拿到 我再给你转换成整形 是不是就可以了 其实关于这样的参数 再往下去走 还有一个message 这个message 这个type的话 那当前我们要给你回复出来的呢 也是按照文本方式回传 所以固定了 是text 然后呢 再有的话 是不是content的东西啊 消息的内容了吧 content 那消息的这个内容 我们要给你回传什么样东西呢 你给我拿发送出来什么东西 我就给你回传什么东西吧 所以咱们channel里面的deak当中 我再去获取一下 对应的content 我要给你回传这两样东西 好了 当前那个字典就够到好了 字典够到好之后的话 那我们实际上是不是可以去转换成这个xml东西了 将 字典 字典 转换为xml 字不串 那相对应的应该是把它叫做ISP当中的这个xml 字不串 那它对应的就应该是使用xml2deak的这个模块里面的unpass方法 unpass方法 然后呢 把这个ISP里面的这个字典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返回了吧 就直接返回了 ISP里面的 这个租传 反回就可以 写一下 相对应的 相对应的 返回 返回 然后呢 消息数据 给微信封器 好 那这一段程序呢 咱们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前是不是有一个message type等于text啊 如果一旦揭入之后 我们就要知道 所有的消息数据呢 从微信通通的都会往过转发 只要转发过来之后 我们没有给它做正确的响应 它就会给用户去提供这样的信息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做了完整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对应于别的数据 咱们也应该给它增加响应了 保证所有的精细 我都能给它做正确的响应数据 所以那怎么办呢 咱们在这里面操作一下处理 那IOS情况下 我不管message type是其他的什么类型 我现在呢 通通的都给你回复一个文本消息 可以的吧 那比如说 我现在还是给你回复一个 这一样的文本消息 给你过到这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往下去走 给你放到这 就相当于 你如果是文本消息的话 好了 我给你回复的内容呢 也是文本消息 你发送过来什么东西 我给你回复过去 如果不是message type 你发送过来的不是文本消息 而是其他类型的话 那好了 我这次呢 也要给你作为一个响应 作为一个什么响应呢 我还是给你回传一个消息数据 只不过这个消息数据的话 前面这个字段 是不是都是相同的呀 只是在哪呢 只是在这个content当中 我是不是就不能再去提起content了呀 因为其他类型的话 里面不一定包含内容 那所以咱们怎么做呢 那咱们在这里面经常操作的话 我给你回传一个固定的值是不是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给你回传什么东西呢 咱们给它回传一个英文 I love you 然后现在回传这样的消息 好了 我们把这东西写完成之后 那现在这段代码 我实际上是不是还得给推送到 那台公网故事上面去运行啊 所以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的 只要我改动过任何一个地方 都得给它推送上去 所以咱们把程序给你推上程序 推送上去的话 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SCP这个命令 我看一下左边这里面 SCP 命令命令 SCP对应的.com WeChat 然后呢 再加上我刚才对应的账号 101.200.170.171 然后对应的 我还是放到我的加盟楼当中 然后去敲一下 好 推上去 推上去之后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去连接一下 我在这里面去连接一下 SSH 101.200.17.170.171 连上 连上之后呢 再紧接下来 walk on一下 好了 然后呢 看一下 刚才的这个程序已经在这了 咱们可以进行一下 CAT WeChat 看一下 这是刚才咱们所写的这个内容吧 最新的内容了 CAT这个命令见过吗 所以咱们直接 Python一下 WeChat 运行起来 没有 被运行起来之后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当前 我这台服务器 能够接收 哪个公众号的消息 我是把我的东西 只配给 我这公众号了 对吧 所以 那现在大家做的工作呢 为了进行测试 可以去扫描 我这个测试的公众号 扫描它 扫描它之后的话 会进入到 我这公众号里面 然后呢 你看一下 尝试向我这里面发送的任何内容 能不能正确的有回应 你看一下 发送文本 没有回复吗 我这里面没有说到回复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127.0.0.0.18000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根本也没收到请求啊 你看我在这个线上运行的时候 没有收到请求啊 应该是Python WeChat 然后呢 这里面没有收到请求 那应该是这个 我看一下 这是WeChat 8000 这里面没有问题吧 WeChat 8000 我这里面也是WeChat 8000 然后呢 那关于这样点的话 咱们怎么来测呢 看一下这个东西 我先点击一下修改 看一下之前的这个东西 提交 这边配置失败吧 应该是那个NJX被挂掉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看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后段是不是已经运行起来了啊 但是你发现我在左边怎么点 后右边是不是都没有收到请求啊 所以是NJX挂掉了 所以咱们来去看一下 我还是直接Night 哇塞一下这么卡吗 Night 不是现在是你看我连在哪呢 我是连接在那阿里云当中的 是连接在阿里云了 连接阿里云当中的话 现在是相当于进行网络传输的 现在一下子这么卡吗 我连不上了 NightState 然后呢 Gong APN BREPA Gong T Gong 中文字幕——YK